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後的第一次國慶 國歌怎麼唱各界關注 雖然賴清德曾說自己是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 但還是認同中華民國 也開口唱完國歌每一個字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不害羞大聲開口唱 不過他們後方的時代力量黨主席 黃國昌卻席字如今 雙唇緊閉在國慶主舞台上顯得醒目 賴清德擔任隔魁國慶初體驗 幾乎都在跟一旁的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交頭接耳 就算街舞團體在眼前表演 也沒有打算停止聊天 前一天吳敦義才在網路上直播痛批執政黨 隔一天還是跟賴清德聊得不可開交 至於蔡總統出席國慶 也有一個搖耳朵對象 太陽太大 蔡總統還忍不住戴起帽子 明朗執政後的第二次國慶 台中市長林佳龍 桃園市長鄭文蔡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都特地出席 尤其柯文哲的座位被排在了前幾排 難道代表跟民進黨的關係升溫了 沒有 我這個人的好處就是 我都不會去很注意這種細節 所以通常人家怎麼排我就怎麼做 國慶大典除了總統也說 政治人物間的互動也充滿文章 黃宇新聞 柯黃銘成 台北報導 好